日月光吃细品到联发科并立起 整并潮蔓延连路场紫光也亲门踏户 台湾电子业进入并购的黄金元年 我们很期盼这个合作案能够成功 采钢砸194亿入股历程 紫光如恶虎夫洋 透过旗下晶片厂宣布 将增资人民币800亿元 其中162亿约新台币810亿 全力瞄准并购 他紫光董事长赵伟国 不到50岁 从一个小木桶一路拼进清华大学研究所 成为台湾电子业最该惧怕的敌人 现在中国政府批准 清华紫光收购展讯的合并案 2013年收购展讯 紫光一下子脱胎换骨 左手威胁联发科瑞域IC设计厂 2015年入股历程 威胁的是日月光细品封测厂 两年内买遍美中台 不下10家半导体公司 规模级数超过3000亿元 你跟国际接轨这个东西 该病就病别人 该被病就被病 面对紫光晋级 连蔡明界身段都不得不放软 外资队 MediaTek它明年的展望都是 上游高通这一块过不去 那下游展讯吃它的血 当大陆美武之手机 有意志被规定得用国产货 联发科等于输在起跑点 两三年内就会超越 你台湾这样的状况 它希望能够被视为说 至少是类似国产晶片的一部分 能够跟对方拼起拼做的竞争 只是大陆市场 到底有什么不可放弃的理由 欧美市场说穿了目前就是两家 一个苹果一个三星 试了已经至少十年了 没有什么成果 所以人家不是不试 而是试不到 大陆半导体界龙头步步进逼 台湾产业绷紧神经 已经敲响警钟 日本虽然被台湾韩国操 被台湾韩国追赶 很多东西输给了台湾韩国厂商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日本在很多关键技术上 仍然是领先的 很遗憾的我们感觉起来 这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好 商场有起有落 看这波并购潮 谁能稳住 或许才能成就真正的产业之王 东森 财经宣传媒体 凉厉综合报道